我廣場這麼滑 給他報告 那你再一次都會扣住 那你再一次都會扣住 很多人 影片中公車司機突然爆氣 不斷飆罵乘客 居然是招手引爆怒火 有乘客幫槍卻反被嗆聲 那我每次都給他拍 大家互相體諒 我講不可以嗎 大家互相體諒 我講不可以嗎 事發在台南 一名媽媽帶兩個小朋友要搭公車 在遠處就招手示意 看到公車打方向燈才放下手 抱小孩要上車 卻發現根本沒開門 司機態度超差 說你沒招手 上車後瘋狂飆罵 帶兩個小孩 幫你不方便 年輕媽媽都快被罵哭了 坐輪椅的乘客看不下去 出身幫腔卻被牽怒 到站要下車時 司機居然故意不降底盤 甚至還講電話抱怨 影片曝光引發網友轟炸 這麼惡劣的司機 在台南會害了很多人 現在很缺司機 對於投訴都睜隻眼閉隻眼 滿扯的 沒有好好的照顧這種幼小的嬰兒 雖然不應該啊 只要有缺失 都會依照公路法來處罰 或者扣肩補貼款 司機惡劣行徑通通曝光 怒罵乘客沒招手就想上車 熱心民眾幫忙證明出面緩夾 卻反被針對 客運公司跟交通局也要調查懲處 記者賴冠章 紅婦人郭怡貞 台南報導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鎖定中式 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